我們比較常見的是 落枕也很不舒服 我們急性落枕的時候 有沒有方法可以處理 OK 那如果說要落枕 其實就會比較單純 落枕反而是要多動 所以在這裡教大家一些 簡單的落枕運動 那第一個我們可能可以先 做一些活動肩胛骨 比如說我們這樣往前 轉五圈 然後往後轉五圈 這第一個 落枕的話第一個做這個活動肩胛骨 第二個我們要做一個 收下巴的動作 用兩根手指頭摸你的下巴 然後把它往內收 往內頂 記得重點是要往上延伸 我們要往上延伸 所以我做一下錯的 什麼叫錯的 錯的就是這樣 不是往下壓 下巴不能被壓下去 對 所以你如果是這樣壓下去 你就是錯的 我們要往內跟往上延伸 這樣才是對的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壓個五下 是 好 那我們知道這是 比較正確的脖子的位置之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伸展我們的脖子肌肉 我們側邊的伸展的話 我們用一手摸頭 然後把它拉向這邊 重點在這一手 你的手要這樣把它張開 第一手要張開 對 另外一手要張開 盡量往外轉 你看我的手指頭會這樣轉出去 OK 這樣才可以最大的伸展 有拉到的感覺 對 這樣會伸展比較多 OK 另外一邊其實也是一樣 重點放其實在手上 重點在手上 然後你脖子要像那樣 脖子要往下壓 有點維收 手要張開 你才會伸展到脖子的肌肉 然後我們伸展後側的話 因為很常繞著你是後面的 對 那這個就有點像文藝 文藝蝦這樣子 那重點還是在另外一隻手上 你的手要放在屁股上 要這樣子放 這個伸展頸子後面的肌肉就對了 對 你手反而要反過來 放在屁股上 這樣才是最有感覺的身體 就有拉到的 然後記得剛剛下巴也要有一點 下巴也要維收就對了 維收向上就對了 是 這幾個方法教給大家 所以這樣子可以放鬆之外 吳醫師也有穴道 可以幫忙放鬆我們的肩頸 那我們第一個穴道 我們用在也是在頸部周圍 那我們要先把一個大錐找到 那大錐就是 如果我們臉往下 臉往下 最突出的那個 它會出現一個很大的一個錐體 就是大錐 那這個大錐你一摸的時候 你會發現 它比上面的那個錐體都大 那這個大錐先找到之後 然後再往上找 往上找的時候 就我們睡枕頭的地方 這個部分有一個什麼 有一個叫蜂腑 蜂腑 熊頭腑的那個腑 那這個是我們的都脈 所以你在按壓的時候 你在摸的時候 大概就是個髮際上一寸的地方 有一個好像緊緊痠痠的 然後再往旁邊 跟我們的耳朵相齊 下耳垂相齊的地方 有沒有 那旁邊有條筋 這條筋跟耳朵的這個 就是交接點這個地方 有一個什麼 有一個那個凹下去的地方 有點軟軟凹下去 這個就是風池穴 風池穴 好像一個池塘 就是這個乳鼠肌的後面這個地方 緊緊的跟我們的耳朵 耳垂是齊在一起的 所以你就從這裡 剛剛說大錐 然後往上的風符 然後旁邊的風池 都按一下 這三個錐都要按壓 但是自己壓的時候 要有酸脹的感覺之外 你可以抓它 這裡兩隻那個石頭 這樣子抓 按抓抓 這樣兩邊這樣子 抓抓抓抓 然後沿著這個肩頸這個地方 抓下來是不是 對 抓下來 然後甚至你可以什麼 熱敷之後來做的時候 你會發現效果更好 甚至有的人會什麼 弄得很 因為它這個地方 就有點類似烙枕 所以我們一般講 是有寒氣跟風 那用著下的雨的時候 你就發現 晚上昨天很晚睡 早上起來就 頸部不能動 那這個時候熱敷 然後按壓之後 可能要開始做 除了剛剛那個 我們這個 周醫師的這個 叫做什麼 頸部運動之外 我們還有什麼 加強這個頭部 頭部 往下 往上 對 然後往 右邊看 然後往左邊看 那你這個時候 往左邊往右邊看的時候 你的頸部還是什麼 手還是抓著我們的 這個剛剛說的這個 風池 風腹 還有大錐這個地方 然後也要把這個肩膀 有沒有 動開來 然後你的肩膀 往下 往後的時候 你就要怎麼 我們後面不是有兩個肩胛骨 這個時候要用力 要用力往後撐 然後再往前 等於這樣做 OK 這樣肩頸就整個放手了 對 這樣就不用去按摩了 我是江坤君醫師 喜歡我們影片的話 請記得按讚訂閱 加上開啟小鈴鐺喔 就能及時收到我們的最新影片喔 然後再按摩 然後再按摩